我們就是從門口 然後一路就像翻牌一樣 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翻到床上再啪啪啪啪啪 我自己真的是 心跳跳到 我自己的手錶一直狂說 你現在高心率 而且已經持續很久 要注意你可能會中痛 對 全世界的劇名 應該都想問一個問題 他現在擋住了 就是調個酒而已 穿這樣的意思是 沒有啦就是 想說給大家福利嘛 BLG保留席位的經理CP 黃成邦 陳賢宇 找來好友蕭鴻 11號一起出席酒展活動 黃成邦剛好現實中 也做過一年的Bartender 為什麼會穿成這個樣子 當然是不會囉 我是大二休學去 開始接觸調酒 其實在酒吧裡面上班 我覺得它吸引我 不是受到這些消費 而是跟大家一起在這個環境裡面 工作那個氛圍 就是大家都很... 很... 很...很real 就是... 就是想...想什麼 想要什麼就是講什麼 我...我調... 我葡萄酒酒量不行 紅酒不行 他剛...我... 我...我... 最近有一種嘴軟的感覺 他不太能喝紅酒 因為我們大家其實... 一起工作完 大家都看過他喝過紅酒後的樣子 就是直接頭已經低到... 不能再低了 那個我最最誇張 什麼呢 誰喝最最誇張 誇張 他那個不誇張啊 他很乖耶 可是那是我看過他喝過最壯的意思 就是他會... 他會一直... 嗨 跟你說啊 前面那個唷叨的老阿肺 對很像... 很唷叨的阿肺 很像什麼阿肺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很棒 你真的很棒 然後說 你很棒 你很棒 怎麼會有一直這樣子 很奇怪的迂迴 一直跑出來 就是一直鼓勵 對對對 一直鼓勵 一直鼓勵對方 白了位聚集也即將瀕臨衛生 升到數量級 敬禮CP有話要說 第九集剛好是非常... 水深火熱的一集 我們就是從門口 然後一路就像翻牌一樣 然後啪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翻到床上再啪啪啪啪啪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因為剛好前面在親密戲之前 有一場情緒蠻重 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然後我就是... 聽到我的... 就是喝... 呃... 吃...呃... 吃到他的鼻涕跟眼淚 對對對 然後我自己... 真的是... 心跳跳到... 我自己的手錶一直狂說 你現在高心率 而且已經持續很久 要注意你可能會中風 對... 而且加上因為現場有喇叭 然後我們就一直隱約聽到 很像有小鳥在旁邊經過 就是啾啾啾啾啾啾 我覺得好的是 很多人開始認識我們兩個 藉由這次戲劇之後 有嚇到原來粉絲是 這麼的肯給予他們的支持這件事情 我個人是好 但是我... 我現在有一個粉絲 他每天都會傳水豚的東西給我 因為我第一集被水豚咬屁 從此之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開始我每天會收到各種水豚的照片 但也滿療癒的啦 就是... 好心情的來源